这场比赛是中国女篮对阵印尼队的比赛 比赛中是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应对拉拽吕月鲁的球衣 最后是把李孟给推出到界外 输的越来越多 心态也崩溃 然后直接打到韩旭的脸上 这样的对手中国女篮必须打抱他们 一巴掌直接呼到了韩旭的脸上 然后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届比赛 打到现在中国队已经是领先了34分 外线3分9 没有 第二届上来中国女篮场上阵容内线是韩旭和孙孟然 前锋是王雪萌 后卫是王思宇和杨立维 王雪萌再来3分 这又是没投进 孙孟然蓝板不蓝命中 王雪萌今天第一届已经是进了两季三分球了 又是杨立维直接的抢断 上篮打进 这场球印尼队是主场作战 现场都是他们的球迷 最后是给了王雪萌的犯规 我想也得帮帮印尼队 不然这个场面太难看了 第8不中 第8不中 第8有了 那王思宇 再分杨立维 3分球 多大了一点 王思宇的篮板 杨立维 这局打了有点停滞 时间不多了 王雪萌 最后实在是造了对手的犯规 最后实在是造了对手的犯规 中距离 这球没有 篮板 就没人拿到 王思宇直接甩给了快下的王雪萌 就没有机会再分出来 哇这球极限操作啊 韩雪 还是想给杨立维 这球韩雪不是自己投了 这个传的有点太多了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大幅度的化身调整 换上了李月如 还有黄思静 李梦以及李源 还有王莉莉 比赛中 报名的12人 都是有过登场 安排球 李源拿到 王莉莉 李梦 好球啊 毕竟李梦上来就连续了得分 直接是把分材给拉开了 李梦现在是4中4得10分 李源又是抢断 黄莉莉 好球啊 林队被迫再叫一个暂停 但是停不停的也没什么用 硬实力上差距太危险了 全场紧逼 来吧给了一个争球 李梦拼出来的一个机会 要李源 黄思静 黄思静 调给李月如 好球 这个配合打得非常清楚 来吧 断下来 王莉莉 就是轻松的反击上篮 52比7 不知道现场看球的观众有什么感想 二次运球 二次运球 印尼队中国女兰在亚洲的比赛中 确实很少碰到 这球实力有限 这球又是把黄思静给摔倒了 印尼队越打这个动作越大 第九号李梦 三分九 漂亮 李梦弹无虚发 这种比赛 这种比赛 上帝梦就是降维打击 走步 球权再次给到中队 李梦弹无虚 好球 二线三分九 羽然的篮板 黄思静 这球可惜是没能打上2加1 王莉莉两罚 牛肉 周围 猜的 猜的 你们摔倒了现场又是一片掌声 这个现场的球迷也是 有点东西 还是抢两球 直接打到脚上 后掌球 约柔 想起 这球没有 中级柳约 南南柳约伟拿到 黄莉莉再给柳约伟 调给内线黄思静 四个人都回进来 里边的三分九 好球啊 印尼队也是因为身高确实有限 中红队内线一拿球 也可所有人都回到进去里 但是无奈中国队外线也准 共队三分九中五 印尼队七中零 里边有篮板球 里面再给黄思静 好球啊 给了王莉莉的犯规 出界了 互转球 又是轻松的上篮 第九号中距离 不容易啊终于进球了 现场又造起来了 因为每进一个球 现场就跟过年一样开心 这个球迷心态也是好 要是篮下再拿两分 哇印尼队又得分了 有了李月如 李元 三分球 哇又进一个 中距离有点放松啊 让对手连得6分 有点不应该啊 李月如 黄思剑 中距离 好球 徐立民急了 场面大喊 不能让对手一直得分啊 好 有点 employees 让他留下了 对手连 给我 帮助 帮助 好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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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了个三不沾 王莉莉给了旅园 还是给到内向 王丝镜再分王莉莉 三分九 这球是没能投进 自己拿到篮板 少庭就回来 王丝镜自己投了 还是大了一点 李月如又拿下一个篮板 李元不着急压压实践 李月如 再少庭三分九 三分确实不是少庭的强项 少庭这个三分九 命中率真的是很一般 而且投的很少 一般重要的比赛 少庭都不会投三分 不看表吗 这样半场结束 中国队暂时领先56